张家辉 近来在中国有了先超好渣渣辉 令他哭笑不得 日前张家辉在中国拍了一则广告 因口音问起 介绍自己是说了 我是渣渣辉 渣渣辉这个名词随即在网络疯传 日足他出席活动 被中国媒体追问这个干大话题 一听到渣渣辉 他身旁刘青云 林贾心忍不住大笑 记者问张家辉 知不知道 中 国网友 喊他张家辉 张家辉只能尴尬苦笑 张家辉曾在第四十六届金马奖 以电影众人登上金马影帝 摆设资网络 看过大场面的张家辉 随即刺两波亲戚说 我知道 但是我就一直不说 你们说的开心就好 我就一直不说 我知道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记者当场要张家辉 不要有压力 只要好好训练普通话 就不会再被亏 张家辉火速大枪 我觉得呢 其实大家应该要原谅我们说的不好 因为我们已经很努力了 不少网友也支持张家辉 认为普通话说的不好 不是他的错 如今的台上电影 早就不用配音了 都用他们原因 打扎龟 打扎龟以自己的短 给他人开心 我支持你 我还想知道 我看你 都用不懂 我看你 你不懂 我看你 你不懂 我看你 你不懂 你不懂 我看你 你不懂 我看你 你不懂 感谢观看